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夥伴大家晚安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到這邊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我講很榮幸不是客套話是真的很榮幸 我剛剛才跟副教長講說 其實我出生以後我是住在基隆 在基隆住到六歲 然後才搬到宋山去這樣子 因為我爸爸是開船的工程師 所以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就有一個印象 因為很小就離開了 這個印象就是那個山坡要爬 一隻大黑狗 這是我小時候唯一對基隆只剩下這三個印象 這樣子 然後後來離開了以後 然後最近反而又陸陸續續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時間可以回到基隆 那有時候我就一直很想問我父親說 我們小時候住的地方到了哪裡 他只有說那是那個台船的宿舍 我也不曉得現在在什麼地方 也許有那是木造的那個日式的那種房子 現在可能也不見得有了 那今天來講的話我會跟大家 大概會分成三個部分來跟大家做討論 第一個部分來講的話大概就是 我想各位參加千里步道的一個步道學 這樣子的一個課程來講的話 應該是對大自然是很有興趣的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 愛之是足以害之 很多的山林就是因為有很多的步道進去了以後 開始有一些破壞有些影響 所以呢在我們的一個應該是我們的思考邏輯 應該是說我喜歡他 那我希望他能夠一直不斷的存在這個地方 那同時來講的話我不是只喜歡走路而已對不對 我還希望說能夠看到各式各樣的動物啊 植物啊等等之類的 我不曉得在場有人是常常有做野外觀察的嗎 有沒有 主要是做什麼觀察 但是是自然類的東西的觀察嗎 但是是自然類的東西的觀察嗎 老師有時候會在我們到戶外去介紹一些植物 哦 了解了解 那有那個賞鳥習慣的有沒有 在場沒有賞鳥習慣 我要講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是說 我最早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我那時候大家知道科博物館的工作就是你想像中那種就是 沒事都是跑到山林裡面去然後到處去做調查 那時候我的工作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講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觀察經驗 我們這個科博物館裡面的調查的人員應該是台灣首屈指 然後因為我們要採集到很多人不知道的東西 有一次聯合採集 聯合採集很特別 就是說這個類群所有的專家都要到 然後有植物的有動物的 動物有分青蛙的蛇的 然後鳥類的 各式各樣的都有 然後去那因為我們雖然是做一樣路線的調查 但是因為我們所需要的調查的內容不一樣 所以我們並沒有一起走 而且一起走有時候也不太好 因為會造成一些干擾 然後再加上時間來講也不一樣 有的人是日間部的 有的人是夜間部的 對不對 那我會切開 那時候就有一個很特別的一種感覺 也就是說我們去走回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聽到植物的同事就想說 哇今天真的收穫非常多 我們看到好多的蘭花 然後我們 我那時候我是做青蛙蛇的 我回頭說有嗎 我沒有看到 然後有同仁就說 今天的那個鳥看到好多種的鳥類等等之類的 那其他人又看到說有嗎 那我跟他講說 其實我也看到好多條蛇啊 西衣啊這些東西 那每個人回頭看有嗎 我講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只是跟各位講 樹葉有專攻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現在才開始去認識這些 動植物到底來不來得及 跟各位講絕對來得及 因為原因很簡單 有一些事情 就是職業跟業餘的 大家不要小看業餘的 在一個地方你蹲點越久 越餘的話語權是越大 所以大家不要想 我是不是比那個 比如說台大教授 或什麼什麼地方的老師 要來得比他高明 如果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然後就說你是沒有經驗 那他是做這個學科 他可能在比較短的時間 他可以挖掘到 你挖掘不到的東西 但是你在這地方 天天看 早上看 晚上看 看久了這個地方 就變成是你家了 是不是 所以呢 當然在家裡面 有什麼樣的擺設等等之類 你是比他高幹的多 所以業餘的 大家請注意一下 不要 第一件事情先跟大家講 不要妄自菲薄 就是說 我看到一些東西 會想說 這東西真的很值得說嗎 或者這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的嗎 跟各位講 你有可能發現很了不起的事情 講個笑話給你們聽 我們有一次採集隊出去了以後 然後聯合採集回來 然後大家就 突然就是植物 植物那邊就是 到處來找我們 他說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植物 它就有一個塑膠袋裡面 就有一個植物 就是在那標本袋裡面 我們說 我們不是搞植物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那個植物呢 他們說 他們做植物調查的人 有一個習慣 他一定會做很詳細的標籤 對不對 那有很多的紀錄 所有的東西都有標 唯獨這一代沒有標 但是這一代的植物 就是我認不出來的植物 很特別喔 是不是 所以大家繼續找 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來 結果後來我們到 那怎麼辦 你原先的路衝走一次啊 大家懂我一次嗎 走三天就走三天 走五天就走五天 所以大家回 然後一路上就大家在想說 這個植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人認出來 後來就想說 死馬當活馬醫 然後就找到那個阿伯 就在旁邊跟座的 然後就跟他講 阿伯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植物 那我被看 當然有啊怎麼沒有 那每個人就說 在哪裡在哪裡 他說 這個喔 這個就是老的不能再老的空心菜 大家都懂我意思嗎 好 我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的物種真的非常的繁多 我們的物種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的地景 還有我們的生態的資源的複雜性 還有我們的多樣性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發現 你從來沒有發現過的東西 別人沒有發現過的東西 好 那在我們的基隆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非常非常就有可能發現 以前過去都沒有人注意到的東西 好 我又講到基隆 那是怎麼樣 我到南投就講南投 到苗栗上講苗栗 不是 基隆有它的特殊性 這也是 等一下會跟大家做個分享 好 那我的習慣是 各位如果有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東西想要分享 請隨時打斷 我喜歡用互動式的方式 那一路這樣子講下去 有時候也很悶 那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 甚至有一些建議來講的話 都非常鼓勵 大家是 我們是夥伴 所以大家互相的交流 好 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釐清的 生態跟生物 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我們今天我們在做很多的調查 我們是做生物調查 我是認識 你叫什麼名字 好 生態來講的話呢 會知道是 我跟你是什麼關係 好 簡單來講大概是這樣 等一下會再多說一點 好 那我們當然我們希望說 我們這堂課 我們可以認識到很多的動物的植物 這些物種 但是在走這步道的時候 我更在乎的是 它跟我有沒有產生一些互動 而這互動來講的話 是好的互動 還是不好的互動 好 這是我們比較在乎的 好 所以呢生態學 我們來看一下 學術上面的定義 好 大家只要看最前面的這個叫做 研究生物與生物 還有生物環境間 交互作用的一門學問 好 聽起來好像 你看什麼東西 只要搞到學術的東西 聽起來大家就想睡覺了 對不對 但是生態學跟一般的科學 比較不一樣 它比較容易用人的角度去體認的 什麼意思 因為人也是物種的一種 簡單來講就這樣 所以很多人跟你談 什麼生態 大家不要一下子被那個東西給迷惑 想說我不是搞這一行的 只要你是人 你的生態比誰都了解 所以將心比心 然後把你的經驗套過去 通常也都適用 好 舉個例子 我們把這句話用人套進去 你看它在講什麼東西 探討人與人 人與社會環境間交互作用的一門學問 叫做人的生態 好像還是有點聽不太懂對不對 我們人的生態 我們用另外一個大家更熟悉的名詞 來去取代 就叫做什麼 人際關係 所以一個人 一個物種 他在這個時候 他可能扮演某種關係 我在家裡面 我是對不對 是四個家長 到了學校來講的話 我是老師 到了辦公室來講的話 我是一個工作人員 對不對 我雖然我還是我 但是我在不同的地方 我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生態學要探討的是 你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觀察力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一般人我只是說他叫什麼名字 那我們更進一步是 我跟你是什麼關係 那當然回到我跟你是什麼關係 我跟你是 或者是我不想干擾你 現在正在活動的這些過程等等之類 那更進一步回到我們的步道 我們更在乎的是 我們欣賞到你 但是呢 我不影響到你 是不是 更進一步 搞不好 我因為我經過了觀察 跟了解完以後 我還可以為你做什麼事情 那我希望跟你產生良好的關係 好 我們所以從人際關係 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擴大成這個維繫良好的生物際關係 好 我把更多 我的這個照顧我的家人的範疇 照顧到更多的這種環境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基本概念 好 所以當我們在談生態資源探索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它有兩個東西很重要 第一個 我不是要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我要知道是它跟我是什麼關係 甚至我可能不用知道它很正確的名字 或者是很最低階什麼 建門康部各屬種的學名那些東西 但是你很清楚知道就是說 喔 你跟我是什麼關係 好 這個關係其實才是 就跟它叫什麼名字來講的話呢 關係其實更加重要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像剛才講到 它在這個地方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會隨著它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它會有不同的這種角色的扮演 所以我們要知道是空間上面的了解 比如說這個後山 對不對 這邊這個地方因為有一個草折 所以它會有螢火蟲 對不對 那這邊來講的話有聖式紅蛋比 所以它會有飛鼠 這個地方呢有幾棵樹 這個下面有一些這個坡 有這個穿山甲 是不是 所以我是從空間上面它的需求 然後呢我可以知道就是說 喔 它在什麼樣的地方的活動 所以呢 你要看到一些東西 你必須對它要有所了解 你如果你對它不了解 就像會像我剛才講到的 很多人看到的東西我們都看不到 視而不見對不對 因為它知道 到這個地方我看到這棵樹 我認為可能會有什麼鳥 然後我看 果然看到什麼鳥在這邊 然後做植物的人走到這地方 我覺得這地方應該會有蘭花 所以我去找 來 我就可以看得到蘭花 那我看到這個地方 看起來好像有青蛙有蛇 會躲在那裡 那我就去看它 所以不期而遇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不太常見 我們通常是跑到人家的門口去堵人家 是不是 這是可能更實際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對它了解完了以後 你看的東西走一樣的路 花一樣的時間 但是你看到的東西 跟人家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這樣事情 好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從一個物種裡面來了解 當然我們會知道有動物跟植物 當然我們也可以知道 這個物種來講的話 它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對不對 所以它是有優勢種 這個地方常見的 是不是 還是它是很稀有的 或者是它是特有的 有很多的東西來講的話 簡單來的特有就是 只有這個地方有 所以台灣特有種 就是說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台灣的特有種非常的多 原因很簡單 就是等一下也會稍微提到 那這跟我們是一個島嶼有關係 所以有很多的地理的隔絕 但是我們這個島又夠大 所以它能夠容納的物種數又比較多 然後因為隔絕完了以後 它會自然就會演化 演化完以後就出來更加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是我很關切的 我很在乎的 然後包括像是老樹大樹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要知道 我不是只要知道它的名字 我還可以知道 它所賦予它 它扮演的那個角色是怎麼樣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大概也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所以你看的東西不一樣 你使用的道具不一樣 你能夠撈到看到或者是 這個可以體驗到的物種來講的話 也就不一樣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有這個小型哺乳類 有這些物種 那當然有用眼睛看 其實哺乳動物 很多都是夜間捕的 所以晚上的這種調查 大家有時候可能再上一名就可以看出來 比較早期 現在可能比較少了 抓那個兔子的 對不對 然後夜間探照燈 照飛鼠等等之類的 我們有時候也會用一些陷阱 然後最常其實 因為哺乳動物它其實它真的 因為它活動力很強 所以常常一閃就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除非說你很有經驗 要不然你要看到很多的哺乳動物 特別是比較中大型的本尊 比較難 通常我們都看什麼東西 是看它的痕跡 就是它的腳印 吃腎的東西 然後它的便便 它的叫聲 比如說三腔 對不對 大家都聽到跟狗叫 對不對 它經過的那個獸鏡 穿三角的洞穴 有一些東西的爪痕 那個野豬的拱痕 對不對 還有一些就是屍體 那拜科技所賜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這種 紅外線相機 慢慢就可以拍到這些物種的影像 這是我們比較常用的一些道具 所以你要看到什麼不同的東西 或者是你要了解有什麼不同的東西 那你要用的東西 要用的設備或者是這種觀察技術來講 就不一樣 早期 我們有很大的類群 就是蝙蝠 蝙蝠過去來講的話 很難看得到 對不對 就算看得到 你也只能夠判斷是蝙蝠 你很難把它弄下來 但是現在搬那個超音波偵測的手次 所以也會有點進步 那看到這些東西 當然就會有一些物種 這個像白面無鼠 對不對 就很可愛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 有些東西你開始分大類 然後越來越看就越看 越細 那你就可以請說 那超音波偵測 它會不會 它是放出整個超音波去 錄它的聲音 錄它的聲音 所以它不會就是 放點子就是 感受到別的超音波偵測 它會 不會它是接受 就好像照相也 不對 照相你有時候會有那個閃光燈 基本上就是說 你不用閃光燈 它就是 你就收嘛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會對它造成干擾 當然 大家知道嗎 有些調查 它的那個狀況 你剛才講到 那是另外一種調查法 它用回播 就是 大家知道 那個東西 很多物種會叫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球偶 所以 這種就是 比如說 像做八色鳥調查 你怎麼知道 這地方有哪些八色鳥 那很簡單 就是把它叫出來 就是放一段聲音 然後呢 八色鳥有的 它正在求我的時候 它就很生氣 怎麼這地方有人來冒犯我 所以它也會在那邊 跟你互相叫囂就對了 那你就 喔 這邊有一隻 那邊有一隻 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這只是跟大家講說 很多的物種來講的話 它其實 這個 不要怕 很多鼠背 其實很可愛 像那個草鼠 等等之類的 那你看 這個草鼠做的窩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那現在有什麼 那個 鹽鼠對不對 那個 有看到 那個土上面 堆起 一個 像是隧道一樣的 那就是 這個 這個 鹽鼠 那 這個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 像我們 我們怎麼知道那個蝙蝠山 這上面有沒有蝙蝠 因為我們通常是從它的便便 所以 看便便 對哺乳類調查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就會告訴你說 嗯 對不對 廁所找到了 就可以比較知道 它的本尊在什麼地方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有一些痕跡等等之類的 山豬的 穿山甲的洞穴 這也是一樣 都是台語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多的同事很專業就很厲害 他只要看了很多便便 他就知道說 這是誰的 這樣子 好 這是蝙蝠嗎 對不對 有沒有怪怪的 對啦 照片放錯了 好 那這是蝙蝠政策儀 台灣的蝙蝠其實 剛才講到那個科技手勢 我們現在有越來越多 新的種類一直不斷的被發現 跟發表 所以我們可以 因為有時候要把它抓下來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會做很多的音頻分析 當然這是 這是比較科技的這些情形 這邊 只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好 那我們 有一陣子 我們在做那個 很擔心 就是台灣那個洞穴型的蝙蝠 可能都消失了 好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只要叫蝙蝠洞的地方 都沒蝙蝠了 是不是 很多的干擾等等之類的 所以大家很擔心說 那洞穴型的蝙蝠到哪裡去了 結果後來就發現 其實有很多都跑到什麼 像高速公路下面的香海 還有那個很多的橋的下面 有一些陰暗的那個角落 它就躲進去了 那像這是一些排水香海 然後就是看到很多這個蝙蝠在這個地方 像高速公路局也還不錯 他們就說 那反正是空間就在那個地方 可以讓蝙蝠用 那我們就說這個蝙蝠需要什麼樣 他們就可以為牠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跟牠開玩笑 就說為牠做一點事情 就是找那個比較 施工品質比較差的包商 然後為什麼 因為牠上面就會有點斑斑勃勃對不對 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讓蝙蝠抓 就是這樣 這是開玩笑 但意思是怎麼樣 其實台灣的物種 就跟我們台灣人一樣 牠生命力是非常的強 任性是很強的 你只要給牠一點 牠就可以活得下去 但是我們台灣常常一點都不給人家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一個事情 那這裡有一些自動相機的架式 這個我就大概挑 因為有些物種就真的 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 那自動相機比較難的就是說 你要能夠去判斷牠是什麼樣的物種 那有時候來講的話也會誤判 像這裡面來講的話 到底有幾隻 對不對 你看這邊要看到 這邊還有一隻 對不對很難 那有一些是 這也是 一些物種 鳥類的話也是一樣 因為有水鳥有鹿鳥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鳥 在不同的地方 你的調查方法也都不太一樣 那這是一樣 這是鳥類調查的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最常看到就是萌青 對不對 像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大觀鳩應該是金長 對不對 黑鴛也是金長可見的 那有一些 請大家注意 那個鳥不是只有在天上飛的 也很多在地上跑的 對不對 這個自雞類的這些物種 那有的是住在森林裡面的 有的住在西邊的 那這個是 所以很多人講說那個蹄房 這個就是那個中沙燕住的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你把它變成什麼 混凝土的蹄房 它就沒有了 好 那個 這是誰鳥 這魚溫 那個 漲潮的時候那個 會淹到它對不對 所以它要找地方休息 然後結果它飛到這個地方 它為什麼不飛到那個林子裡面去 因為這邊的鳥 它的習慣是這樣子 就是說 飛到林子 它其實它非常的恐慌 因為有很多的老鷹等等之類的 它都不知道它們在什麼地方 那這水鳥來講的話 它們就是要在這樣很空曠的地方 遠遠如果有一隻狗 我遠遠就看到它了 所以它希望是 我很容易看到敵人靠近 我可以有所警覺的 好 我這邊我只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你不了解它 常常大家會做一些事情是我為你好 但是事實上 你沒有站在它的角度 那其實做出來的東西 未必是只是你自己認為的好 它未必可以得到好處 所以詳細的觀察這件事情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青蛙也是一樣對不對 除了看到它以外 當然很重要就是去聽它的叫聲 對不對 這個台灣的青蛙種類也非常的多 我們這山區也是有各式各樣的青蛙 那我比較早期 我在科學戰科學博物館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年的特別的計畫就是做 那時候叫日本樹蛙 後來改名字叫做周氏樹蛙 最右下角 那日本樹蛙它又叫溫泉蛙 它在水溫比較高的地方它會出現 所以那時候全台灣的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去了全台灣的野溪溫泉 然後一個都沒泡到 我那時候應該出個叫做台灣野溪地圖什麼之類的 搞不好對不對 那個叫做不得了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年輕的時候不懂是只知道工作 那我這邊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就是這樣 它就在你的生活的周邊 其實稍微留意一下 你都可以看到特別是像青蛙這樣子的物種 你看台灣的青蛙各式各樣的都很漂亮 那當然山蕉魚也是屬於什麼 氧氣類 請各位不要把它跟蜥蜴混在一起 好 那爬蟲類來講的話當然也是可遇不可求 我們這個地方來講的話也是一樣 有很多的蛇蜥蜥蜴蜴蜴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去翻它 然後它就會躲在一些枯枝落葉 石頭後面然後去找它 蜥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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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蜴蜴蜴�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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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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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蛇很漂亮 蛇長久以來被人類污名化 很久了 但事實上來講它其實對人類的貢獻也非常的大 有很多很特殊的疾病都是用蛇毒 台灣早期的蛇毒的研究在全世界是很有名氣的 作詞・作曲 李宗盛